美国的选举呢 其实攸关了全世界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川普现在呢 是逆转身了吗 因为现在开始呢 又在说什么川普呢 民调赢过了贺锦丽啊 你可以看到现在 这个两场战争呢 真的让民主党 这个一个头两个大 然后呢其实在 以色列这个问题啊 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 是跟那个纳海洋没有问题 他说我天天都跟纳海洋通电话 而且呢他还会打给我 昨天打给我 天天打给我 天天都打给他 然后另外newsweek也提到了 现在呢美国的部分 博弈啊都开始说 95%押注川普胜利啊 5%的人押注贺锦丽获胜 然后呢你可以看贺锦丽 本来有一些比较挺他的媒体 洛杉矶时报跟华盛顿邮报 纷纷缩手 本来挺贺的 那没有了 然后纽约邮报还甚至说 我要支持川普赢回白宫 然后呢最新的你看 封关民调纽约时报 他本来是民主党拉拉队的 结果没想到 他的最后封关民调说 贺锦丽跟呢 川普是追贫了 这就很严重了 因为2016年 斯拉蕊赢了普选票 但最后在选举人票当中 也是败给了川普嘛 那你现在民调又一样 那真的是民主党很不利 好我想问一下 我本来一直认为 大概会重演2016 OK 即使是在贺锦丽最人气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民主党大会 以及泰勒斯 出来支持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绅士不错 绅士扶摇直上 但即使那个时候 我每天在看 宾州的各家民调 因为美国的民调 美国的民调有20多家 那有一些很明显的机构效应 比如说纽约时报 彭博社 其实这些支持共和党的一问 纽约时报民调我就不理你了 而且共和党的人支持川普人 通常都不太喜欢去回答民调 所以他有可能被低估了 他一定被低估 因为这些人比较隐性 OK 所以呢 但是在那段期间 也就贺锦丽这个扶摇直上的声势的时候 然后呢 我在看宾州 我发觉拜登 这个川普有一些落后也差不到一% 那就是 但是有一些还是领先 平均下来差个零点几 你要不要忘记宾州应该都是 民主党比较领先 而且你现在拜登还是执政党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应该还是川普 应该还是川普 那现在果然是如此 现在果然是如此 我想关键其实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贺锦丽自己突出了 对不对 他最近接受访问都 因为你潘朵拉盒子打开了 对 对不对 你在怎么样的公关宣传 然后呢 不断地制造你的形象 追星偶像 制造一些片段 钱买广告 是不是 然后大家这些明星政治人物 各位明星演员 纷纷表态支持你 就觉得哇 众所拱月一样 众星拱月一样 结果等你一开口 空心菜 赫金丽就是个草包 好吧 对不起 他是充满正能量的草包 对 他现在都还是打这个牌 我之前就讲过了 他是个充满正能量的草包 川普就是个狂人 那美国人喜欢草包还是狂人 但川普是个反战的狂人 对 没错 反战的狂人 那我就回到跟日本来做对比 我觉得美国人很可怜 你不觉得吗 他只能在这两个人选 烂苹果 这两个真的 你觉得哪一个好 你觉得两个是不是都很烂 一个是狂人 一个是草包嘛 川普你不要说他就算这个会荡选 我觉得他现在当然 现在荡选的几率比过去更高 那而且现在整个情势 大家都压保他 对不对 已经在研究他接下来可能会用谁 当他的国务卿 对 外交政策 但是他真的他个人的素质是怎么样 他过去那一年那一任做得怎么样 大家都很清楚嘛 是不是 然后他自己过去的一些所作所为 最大的一个特别就是两个 第一个他不是出自于美国政治的建制派 也就不是来自于那种 华尔街 华盛顿 军工产业 犹太集团 共同交集说 我们应该支持谁 支持谁 这样子的人 他是一个很特异度型的 所以他可以改变很多游戏规则 第二个他真的讲出了美国中西部跟南部 这些贫困中下阶层选民的心声 虽然他是个极度有钱的人 虽然他极度不会去同情底下这些人 但是为了权力 为了选举 你看一天到晚讲这种话 但大家就认同他 是不是 你说川普是这种那种明包物语 是那种非常有同情心 要制造这个要制造共同富裕社会 要笑话对不对 这个人绝对没有这种思维 在美国这种思维是被人家嘲笑的 所以你就觉得美国的政治在干什么 这叫做民主选举政治 搞到后来 这不都是被公关所引导 被金钱所操作 然后被这些集团所掌控 你以为你在做民主的选举 结果事实上你是被告知 在两个烂苹果里面挑一个比较不烂 或者你比较认同的 你认同红的苹果还是你认同青的苹果 或者发现这个青的苹果里面更烂 好吧那红的吧 反正而且它红一点嘛 所以呢这就是民主制度 美国自诩是民主的灯塔嘛 但是呢现在被大家看到民主的脆弱性 因为呢美国谁能够当候选人 你必须要很有钱 你必须是后面有很大的一个 军工复合体可能支持你 或者是各种利益团体支持你 所以呢不会是真的最好的人出来选嘛 所以老师说了 两个烂苹果比烂的 比好一点的烂苹果啦 那你可以看到贺锦丽现在 因为有执政的包袱嘛 所以呢以它这个局势打成这样 共和党没有分裂 但是民主党大分裂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阿拉伯裔的选民对他 真的有很多不满的情绪 甚至还有民调分析师内特 他本来是挺贺锦丽 他还提到24个 共和党会赢的原因 川普会赢的原因 他提到说什么 因为呢包括了什么 中东 乌克兰 危机 阿富汗 社群 真的是民主党一团乱啦 还有美国的前民主党的议员 这位女士他呢说 我要脱离民主党 我要加入共和党 加入川普的阵营 因为他追求和平 拜登的这四年 我没有想到 一个这么长期在政治上打滚 而且被大家公认是理性 而且很熟悉外交政策的人 结果他上来的时候 他最失败的他就是外交政策 从阿富汗撤军到俄乌战争 到对中国的打压 以及到加萨战争 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 美国那种高高在上自我中心 但是又极度无能 又极度地双重标准 已经失去任何道德的高地 所以他自己内部都瓦解掉了 少数族群跟这些穆斯林 都完全不支持你民主党了 所以讲句实在话 其实民主党自己内部的瓦解 跟拜登这四年 当然有密切的关系 而跟贺锦丽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论述 也是关联了 对啊 所以你看 本来川普还要对的是拜登 就拜登选不下去 换了贺锦丽 都是被说 美国真的有更好的人选吗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民主讽刺 好 我们说中国大陆被打压 但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中国大陆会不断突围 美国这招不会成功 我们来看看说什么呢 说到的就是 美国你也需要中国大陆 英特尔最近蛮惨的 说什么呢 可能要被买掉 卖给高通等等 但不管怎么样 英特尔你也需要中国大陆市场 10月28号的时候 英特尔宣布 在中国大陆程度的基地 要扩充 扩容 因为新增伺服器晶片 封装测试的能力 因应什么 中国大陆市场对高效能伺服器的晶片 要服务当地的用户 而且他也提到 中国大陆在云端 大数据分析 企业级应用等等 都很需要 要深化对中国大陆市场服务的承诺 他们当地的高级副总裁王瑞 他就说了 中国大陆持续推展高品质 对外开放 也成为英特尔在华发展 很重要的动力 他要深耕中国大陆 这里面两个重要的讯息 第一个就是王瑞所说的 中国持续推动高品质发展跟对外开放 你知道 在金砖会议不是要推金砖桥 金砖支付吗 的同一天 10月23、24号 在北京也举行了Swift的国际大会 北京市长 还有中国银行的副行长也都出席 所以中国大陆是开放性的 没错 你Swift其实本来就是应该国际的公共财 那你美国把它做武器 所以我不得不去发展另外一套 那我跟别的国家的双边贸易 我也尽量鼓励用人民币交易 所以王瑞说的 他的高品质发展 这个对外开放 这个现在都一次又一次地得到验证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科技业跟这种 整个制造 还有供应链的发展 它就是要以市场的支撑 你才能够带来更多的新创跟投资 如果你没有市场 你不开放 你限制 那就什么都没有 这里面第二个要解读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中国大陆现在在 就是美国所限制的这些 这个成熟晶片之外 就这个先进之外的这个成熟产业 它的市场越来越大 对 成熟制成材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对 成熟制成材用的比较多 你用先进之能做什么 手机 做iPhone 对不对 就这样而已 然后呢等等之类 当然也有它的这个市场是存在的 可是呢 可是绝大部分 现在AI所使用的 不用那么小啦 或者是电动汽车所使用的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需要更多 可能不同的这个架构 不同的价叠 等等之类 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 所以呢 美国当然都也知道 辉达也知道 音乐达也知道 台积电也知道 对 对不对 你看这次台积电不是说 大陆这个算能公司跟他买 算能是有发一个这个通 这个声明说 他没有介入 他没有贩卖给华为 那不过外面的市场可能是 你知道吗 这种转了好几手都有可能 因为台积电晶片大家都想要啊 转机手就卖出去了 那台积电也在卖啊 台积电一半以上是卖 这个成熟制成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整个半导体的发展上 事实上是引导了整个半导体 将近一半 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 制度产能的需要 那当然所有的厂商要继续了 对啊 因为你知道 那个晶片芯片你要干嘛 你拿了之后 你要能够做出东西嘛 不然你买晶片 谁要跟你买晶片 晶片它只是中间 重要的一个核心 但你要组装成什么 组装成手机家电等等啊 中国大陆产业列 很重要 那你不卖给中国大陆厂商的话 你要卖给谁 卖给印度吗 哎呦 他要组装什么啦 好你看到 打压碰瓷还有什么呢 中欧我们当然希望好好 因为欧洲是重大 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中欧电动车会不会有僵局啊 可不可以解决呢 10月25号的时候 王文涛商务部长跟欧委会 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 进行了会谈 中国大陆这个是应约 东布罗夫斯基 其实在G20的时候呢 会议刚结束 其实蛮晚的哦 还特别跟呢 这个王文涛进行电话 代表说其实也蛮急的 然后呢可以说 是在10月30号欧洲啊 要做出最后中裁的时候呢 其实双边还在谈 那这个有个重大的意涵就是呢 不管10月30号怎么样 欧洲还愿意跟中国大陆谈 但是也很烦 你们赶快做结订好吗 要让就让啦等等 那你中车不断的突围 譬如说 韩国先驱报就说 中国大陆成为外国汽车的坟墓 因为呢 这些这些很多外汽 其实在中国也不香啊 福斯呢跌啦 通用也卖不好 本田也卖不好 边道也卖不好 相反的呢 全世界各国9月份 汽车销售量 中大陆的销售 280.9万辆 一支独秀 引领全球 我跟你讲 中欧电动车 这个僵局还会再拖 对一定的 而且可能会有解决方案 哦那这个好 因为 他们双方都知道 川普如果当选 川普如果当选 美国就对中国 已经对中国的 百分之百的电动车的关税 就一定会维持在那边 一百跟两百没什么差别 反正就是进不去嘛 对 但是呢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冯德莱恩所引导通过的 这一些欧洲的关税 就碰到问题了 为什么 对 川普也会对欧洲的车子 采取关税 对 所以你欧洲的车子 你就会对美国的市场 你可能就会被打压会萎缩 那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中国啊 如果你又给我打压 我就不给你来 对你如果打压我们就相互报复 那你当然你也不会有我的市场 你会更惨 然后呢 你跟我到非洲去竞争吗 竞争不过 你跟我到东南亚去竞争吗 也不过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双方都知道 都很清楚 然后呢 10月30号 我来预测 相信我 他还会再拖 对 我觉得欧洲人做事就是这样 然后呢 因为他有他的程序嘛 因为他是欧盟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说我们还有 这个 你看那个时候是10月15号 拖到了10月 10月5号 对 有拖过一次 有拖过一次 对不对 现在再拖一次 一定会再拖 而且拖下去的时候 川普当选 我这样一定会有解决之道 那 因为他们现在在 他们在要求说 不要跟个别的车商去 去做谈 商务部有说 其实都是有可能的解决之道 但不管怎么样 会有解决之道 那可是呢 也绝对不会完全的解掉 因为 他这个的的确确是代表着 就那几个投票战者 法国 然后呢 这个意大利 波兰这几个国家 就是羡慕嫉妒 加上自己无能 对不对 他就觉得你德国人 赚了好多钱 我们法国都不行 对啊 那因此呢 所以 废掉 这个禁掉就禁掉嘛 对不对 反正我们骑脚踏车 但是呢 我是觉得 这个会有解决方案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OK 好 因为欧洲你看 你呢 川普如果真的回来的话 不只欧盟要批绷紧一点 北约要批绷紧一点 你这个GDP没有2%的国防预算 你惨啊 你一定要加到 因为川普会对你开刀 台湾也很恐怖啊 因为呢 波顿说什么 台湾真的要小心 所以呢 川普如果真的上来的话 全世界真的 要顾好自己 那你顾好自己要怎么样 你要跟中国大陆关系好啊 不然你真的是被美国打 然后中国大陆又对你不友善 你怎么办呢 好你看到 希望中国大陆跟欧洲的车企的这相关问题 能够赶快解决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 你要打压真的没有用 因为呢 现在苹果也很需要中国大陆 王文涛啊 去会晤库克 你最近就是访问 中国大陆二度访华 今年第二度 为什么呢 你是要中国大陆市场嘛 他们的这个首席的运营官也说 中国大陆市场很重要 我们继续投资 当然哦 占他的这个整个营运是百分之多少 对不对 所以两成以上的 他的营运是靠着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且你不要说 他的制造 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 也不能靠印度 对不对 你印度的就是以印度的市场为主 那而且印度的制造里面有 这个多少的零件比例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莫迪才梦醒 他一方面我觉得是 普丁劝他了 你不要这样子搞 你这样子搞对你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说来做印度制造 你印度制造里面都是 都是made by China 对不对 你made in India 但made by China 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你要自去 跟他对抗下去 你连made in India 你都卖不出去了 真的 所以呢 我想他大概也看到了这个现实面 但也不要认为说他就回心转意 跟美国就这个从此分手 不会 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同时他也预测到 川普可能会当选 你看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 川普可能会当选 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跟冲击 而各国都在应应 都在准备 苹果有没有在准备 当然要 当然在准备了 这些大型的企业 大型的企业 他真的没有办法 就跟一个国家权力对抗 但是呢 他可以有因应之道 他可以有特工晶片 然后呢 他可以有怎么样的 维护他的这个市场 他可以不断的 他可以买 花钱去做公关去这个 这个做游税 所以呢我是觉得 这些大型的企业 科技公司 还没有像以前的那种 石油矿产 花大钱在公关 养自己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漫漫这些科技公司 也都了解 但是他们的做法 跟思维是不太一样 可是因为他们的钱 赚的是很大的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大概这些政治人物呢 对于这一块 还是有一点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苹果 不可能放弃大陆市场的啦 对啊 其实中国大陆市场那么大 你要放弃呢 也没关系 因为呢 其实中国大陆自己的 手机厂商 也可以完美的替代 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市场这么大 然后呢 你围堵大陆 真的是你会碰瓷 尤其是呢 也谢谢你打压 让中国大陆磕眼 或者是征服新城呢 可以断开你美国的枷锁 现在美国反而还要来求中国大陆 现在看到神舟19号升空啊 然后呢 其实到发射区了 要来进行发射 神舟19上去呢 又是人类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来看到 中国大陆首批的太空飞船 受刑啦 本来是150万啦 然后呢 降价 降到有些折扣 变了100万人民币 但是也卖光了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在呢 增幅新城 中国大陆不断好消息 澳洲对话网还说 如今呢 美国可能在重返月球竞赛 输给了中国大陆 下一位踏上月球的人 是说中文还是英文呢 我期待是说中文 美国自己有阿提米斯3号的计划 被说多次延后 2028年 2月前会完成发射吗 成功几率三分之一 然后呢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呢 则是 早就说了 2030年前 我们要送唐太元 上月球 甚至呢这个 登月府也都来了 当然说中文了 对啊 NASA现在这个经费不够 OK 而且这个民间的一些 这个就是X-Space 这个发展 其实又走向商业化 对 而它不是以那种 所谓国家威望 或者是说 长久未来 太空科技的研究 学术研究发展为置业 那种商业化的民间团体 跟NASA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对 而你看拜登 他也没有在这个上面 去多做 有所着墨 而川普的第一任 他自己成立的太空军 没错 川普成立的太空军 但太空军的任务 是跟NASA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川普上来的第二任的时候 他太空军一定会强化 但是呢 会不会因此提升NASA的这个 太空任务 我还是画个问号 那即使提升 其实你要赶上现在中国在航空事业的 航天事业的发展 也其实很辛苦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太空船 首批 中国首批太空船的这个卖 它是有六个人可以上 对 太空 大概可以有十二分钟的飞行航程 但是拿两张票出来卖 OK 两张让一般人可以去 对 那只卖150万人民币 但后来 应该变成100万 其实他只要付5万 那之后再付 然后呢 我看到那天好像是中午出来 下午6点钟就 就买了 对啊 有中国大陆有钱人蛮多的 不知道谁买的 对 真不知道谁买的 因为你只要一上去 你又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嘛 好你可以看到 你呢 这个中国大陆 有人可以去呢 去搭太空飞船 去探索外太空 然后呢 这个竞赛的部分 NASA现在真的被说 延宕延宕 因为你经费不够 那你天天只会 抗中去要预算 但是你现在真的是大碰瓷 NASA真的是很不要脸吗 有天真吗 NASA局长竟然说 我在跟中国大陆商讨 要租借月壤的样品 我觉得中国大陆会答应 你是忘了沃尔夫条款 这个牛舌还活在70年代 我觉得他讲了好几次的发言 你不觉得都很超过吗 他都还以为说 在70年代美国对太空的 这种发展是完全掌控 一家独大 是不是 所有人都要听他的 后来就做那个太空 这个太空站 以及后来2011年 美国国会 这个通过的威尔夫条款 就是所有的一切 美国的NASA 不得与任何中国的官方 或民间做接触 对 那你现在怎么倒过来 跟中国要这个月了 他还说中国会答应 我觉得中国会答应 但是有条件的 但是有条件的 可能说 那你要跟 是不是开放跟我们合作 我觉得其实因为中美之间 是可以合作 本来就是 你知道在太空的议题上 为什么不合作呢 是不是 然后呢 你的沃尔夫条款 是不是你去修正一下 你去废掉吧 对不对 你要让他自己懂得自我反省 然后呢再开始做平等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其实 中国反而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去让美国自己知道 你不要老在那边高高在上 你不要老在那边 活在70年代 80年代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21世纪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看看电动车 你现在看看 这个整个科技的发展 你再看看 太空的这些议题 对 你美国还是一家独大吗 当然不是 美国当年就是围堵中国大陆去 国际的太空战嘛 所以呢就是围堵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当然自己突围 造了全世界最棒的天宫的空间站 现在呢征服了月球 月备去拿土壤 结果现在美国要来求中国大陆啦 另外再来看到是呢 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自己的星链计划 千帆星座计划来了 估计呢 这个10月15号 载轨卫星会达36颗 第一阶段呢 会要放648颗的千帆星座卫星入轨 第二期呢则是呢 再发射648颗的千帆卫星的卫星 增加到1296颗 再来第三期呢 就是来到1.5万颗的千帆卫星 这就是你看到 从GPS出现挑战 就是北斗星系统 那X-Space能看到就是中国版的千帆卫星座计划 对 对不对 也只有中国能够跟你拍板 也只有中国能够超越你在这个几个层面 对不对 我觉得北斗星老早已经超越GPS 对啊 只是西方对于它的应用完全的排斥 对不对 但是呢华为就走自己的路 连这个手机的系统都走自己的 就是红红系统 因此 我觉得这些开始已经出现到 这种所谓的 在这些高科技领域里面的两个半球化 两个不同的标准 对 系统 现在开始你看到就是太空航太事业的 这些计划跟发展都已经不一样 以后真的是要讲中文 而且太空人要学中文 对要 操作界面 对不对 都不一样 我看到俄罗斯的太空人 已经开始在学中文的操作 因为现在中国之间的合作 将来到那个 应该知道天空太空站的时候 那上面不会是俄文 不会的 也不会是英文 对不对 所以要学中文 是啊 所以你看中文现在 全世界话语权会越来越大 因为中国大陆呢 征服的星辰大海 所以呢你看 天空空间站 当然是中国人的嘛 所以呢上面的语言 一定要用中国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非常多什么呢 你这个科技打压 不会造就你自己比较好 我们从什么 Apple掉对了 然后呢 Tesla也掉对了 然后呢你打压 国家力量呢 去帮助你自己企业 真的没有变得比较好 比如说华为 他自己呢 当初被你打压了 不能用Android 只有自己推出了鸿蒙嘛 所以老师刚才分析的没错啊 你看你打压半天呢 中国大陆变成两极的世界 那本来呢 科技大家可以共享嘛 你用我的 我用你的可很好啊 但你现在呢 逼的中国大陆呢 用出另外一个系统出来 然后呢 全世界现在 被美国打压嘛 所以呢 这个华为的这个 会不会说国家安全 还比你更好呢 因为之前BB Code事件 让大家担心 用你的美国的系统 所以很多被美国打压的 也许还用中国大陆的系统 再加上征服星辰 所以呢 真的要谢谢美国打压嘛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嘛 CTI627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走 回程 未完成 冠写 站 继续 穷 能画 文明 River 靈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